Zorpia是一個國際化的社交網絡 我們現在是有3千100萬個會員 主要用戶來到我們的網頁 可以用到一些和其他社交網站很不同的一個體驗 他們可以認識到很多新的朋友 可以認識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或者是男女朋友 甚至是結婚的對象 其實我記得很清楚去年 我們想開始做Responsive Design的時候 我們沒有什麼頭緒 所以我們去完Google 關於Responsive Design的活動之後 我們就基本上學到 究竟要做Responsive Design是要怎樣做 首先是簡化我們搜尋搜尋搜尋和內容 當要轉到手機的時候 我們要遇到的難度 主要就是要看怎樣可以令到 我們在桌上的網頁可以在手機這麼小的螢幕上 也都可以很清楚地顯示得到 推出了一個新的Mobile的網站 可以在不同的設備上面 例如是桌上、桌子、最重要是在Mobile phone上面 都可以很容易地用到 做完了這個最基本的介面的設計之後 我們看的就是廣告應該如何擺位 在桌上上,Medium Rectangle 主要是320x250這個尺寸 其實從來都是比較賺錢的 所以我們都保持著這個尺寸 我們都將它轉移到Mobile上面 所以其實Google最新推出了一個新的產品 叫做Anchor Ad 那個Ad就會放在最底又在最高 它就會一直留在那個位置,不會走 我們看到這個技術,我們覺得非常有趣 主要我們會用這個Ad放在我們去看照片頁面 在Release了這個Responsive Design之後 廣告的點擊率是增加了54% 而我們在Mobile上面的CPM是增加了64% 換言之 基本上我們現在一半的收入 都差不多是由Mobile那個來的 Responsive Design這個Technology 是真的改變到我們公司的一個文化 在做完這個project之後 我們公司去想事情 去怎樣develop一些新的項目 基本上我們現在都可以是由Mobile去開始 換言之我們現在已經是一間Mobile first year company 我們要參考實際資格好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在Mobile,一間Mobile,一間Mobile,一間Mobile 在Mobile250,一間Mobile,一間Mobile,一間Mobile 來自資格好 sa於Mobile,一間Mobile,一間Mobile 會聯繫的東西 我們要隨便 到YouTube Käst我的 Mobile 我們可以 Twe門